我是梁寶瑩 我在艺术學校叫做老梁 我現在叫做貴妃 我是2001年在香港艺术學校和RMIT合辦的 BAFA畢業 我是主修畫面 我現在就是一個畫家 我覺得我自己是一個多巴胺分泌比較多的人 我很喜歡一些開心的事情 以及一些可以令人笑或是幸福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一個大人很放聲地笑 其實我也是一個幸福的事情 我自己就會很喜歡記下一些 可能日常生活看到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或者其實一些無聊的事情都可以令他有趣 就會想以我自己的藝術方式去表達他們是有趣的 我今次參加這個collectable art fair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都知道這個活動會有一個支援的 我覺得我在艺术學校畢業也學了很多東西 我覺得今次的活動可以幫艺术學校出一分力 這樣吧 Art school是有影響到我創作上的風格 因為其實在Art school讀書的時候 他們都要我接觸很多不同的東西 其實學很多不同的你平時沒有學過的一些東西 加上我們的老師就會教我們 學完之後其實要過濾你自己的東西 過濾了那些精華其實是你自己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的 我自己很喜歡聽老師說他們自己自身創作的一些經驗 我覺得我們的老師都是很樂意去分享自己的事情 還有我自己最喜歡的一個部分就是Intensive Week 這個就是一個會邀請澳洲的老師 來跟我們做分享 一個星期跟我們其實基本上是玩 我覺得很開心 不同的國家不同的老師不同的教法 都會給你很多靈感 我在這個展覽擺出的作品叫Sunday Sunday 那張畫的靈感也是來自日本的 其實是因為我很喜歡在日本去那些咖啡店 那些咖啡店會有一杯很漂亮的Sunday 我每次都要叫那杯東西 其實是甜的 很甜 我想這張畫整個畫面整個形象都是甜的 而且是一個好像在休息的地方 後裏面的顏色我是很喜歡 因為當時買了新的顏料 就想試一下 又真的挺漂亮的 這樣吧 10月22日至11月16日 Gallectable Arts Fair 我不記得 我覺得很棒 我會燒了 10月22日至11月16日 Gallectable Arts Fair 10月22日至11月16日 Gallectable Arts Fair 好曠 impulse 哎呀